今天是4月30號 星期二 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30分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那昨天晚上的美股 最大的亮點就是Tesla Tesla單日大漲了15% 那這代表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講 那還有就是說 今天的台股會很大 會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明天休市 明天五一勞動節休市 休市完畢之後就是禮拜四 禮拜四開盤 有一大堆重要的法說 的財報 要公佈 再來就是說FOMC FOMC這一次 美國的利率決策會議 他也會在禮拜四的凌晨 公佈最新的結果 所以在今天你做什麼動作 怎麼去太弱流強 怎麼去做股票 會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關鍵 因為禮拜四太重要了 就是說剛剛好是卡到說 一大堆的財報 包含說美超委 包含說AMD 包含說高通 全部財報都集中在禮拜三跟禮拜四 那又加上FOMC的會議 所以我們就休息一天 但是到了禮拜四的台股 變化會非常非常大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幾個重點 你看 其實我覺得說今天 我們就先說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預計 成交量會慢慢的下滑 昨天因為說電子成交比重 也不到55% 大概51%而已 非常非常低 我覺得說今天狀況還是會一樣 今天不用去期待什麼量增 也不用去期待電子成交比重太高 今天就是讓你去提前佈局 讓你去把持股太弱留牆 很簡單嘛 禮拜四就要公佈 FOMC最新的利率會議 還有會後聲明 不論說外資投信 都不太可能在今天大部分進場 如果說以族群性來講 其實族群性來講 我覺得說你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提前佈局 以提前佈局的角度去買股票 還是一樣 針對一些低危機的族群 包含說這禮拜的法說會 MCU 電源管理IC 被動元件 甚至說IP類股 這些都是現在位階相當低的族群 這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因為說目前電子成交比重 算是一個過渡期 它是從大約是50%要上升到60% 這個過渡期 所以非電在短線上 一定還是會相對強勢 非電的部分 一樣是看好觀光旅遊 跟航運類股 像是說一些重電 或是說軍工 因為說它的位階已經高了 已經提前反應過一段 所以這部分 就比較不去建議 所以非電的話 觀光旅遊跟航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的美股的狀況 今天應該說現在的台股 它算是說多點開花 船 金 電 全部都有相對應的強勢股 因為說這就是一個過渡期 電子成交比重要回升 但是還沒有到正式回升 因為說如果要說一個正式的 電子股的行情 至少要到60% 60%是一個基本的門檻 一定要過60% 它才算正式的行情 60%以前 這就是 算是說個股表現而已 還不算正式行情 所以我才說其實說 在60%以下 這都是很好的買點 我們直接看一下昨天的 昨天的國際指數 昨天的這個 昨天的台子夜盤 是下跌了45點 就是說小跌算是不錯 因為說台股明天修飾 又加上禮拜四有這麼重要的利率要公佈 小跌是15點 算是強勢了 那再去看其他的 道琼 道琼其實也是算相對不錯 就是說小幅度的震盪 已經收復了月線這個位置 黃色這條線已經收復了月線 那包含像NASDAQ也是 有沒有 反應一天 昨天又收復了季線 就是說以整體技術面來講 NASDAQ它已經正式直穩了 因為昨天它已經正式佔上了激菌線 這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包含像是S&P500 也是一樣 有沒有 月線跟 其實說這樣子的型態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這樣子的型態就是說 它的技術面有一點要轉 短線上有一點要轉空 但是因為說裡面夠強勢 所以它就是完整 應該說它完美的化解這也是 可能說短線上可能會轉空的疑慮 因為如果說月線跟季線交叉的話 可能說它震盪週期會拉得比較長 那因為說 這是一個小V轉 小V轉上去直接佔回到了月線 就是說短線上可能會有 短空的疑慮 就直接解除掉 所以這是非常強勢的格局 包含像Sux 費半也是 有沒有 以費半格局來講 也是往下跌 直接V型反轉上去 那費半會這麼強 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說 台積電的ADR 所以整體格局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包含像是現在的日經二五 昨天沒開盤 今天直接跳空上去 目前是漲了0.88% 算是非常強勢 包含像是韓國指數也是 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目前是漲了0.8% 相對也非常強勢 就以目前整個亞洲股市來看 韓國股市相對是最強勢的 他算是說已經收復回之前的跌點 而且又往上帶 所以預計今天的台股 等一下 期貨 期貨預計會 平盤 大家可以去驗證 等一下8點45分 期貨預計可能說會 漲跌在10點以內 差不多 小漲個10點或小跌個10點 就小幅度的震盪 那今天的台股 現貨預計也不會有太大的表現 因為畢竟明天卡了一個修飾 所以預計今天會小幅度的震盪 可能區間會落在100點以內而已 那就是以個股表現為主 這部分就下去做留意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所以整體的國際指數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看昨天的個股 其實昨天的個股很明顯的 可以發現到 整個美國 應該說整個美股的個股 他資金是開始回流到 未接低的股票上面 你看喔 昨天的Tesla 單日大漲15% 單日大漲15%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盤後 Tesla的盤後也沒有下跌 黃色這一塊是盤後 Tesla的盤後就是持續手穩在平盤 等於是說它這次非常扎實的大漲15% 因為有一些美股會這樣 它會在盤中大漲 盤後結果又回吐它的漲幅 但是Tesla沒有 它是盤中大漲 盤後持續手穩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格局 但是說你看喔 昨天是Tesla大漲 第二強的叫做蘋果 Apple 昨天的Apple也是大漲了2.5%左右 2.48% Apple跟Tesla都是非常非常標準 低位階的股票 有沒有 Apple也是跌了一段向上反彈 Tesla也是跌了一段向上去做反彈 所以其實說從Tesla跟蘋果這兩檔股票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現在市場資金 你如果說主流在哪裡怎麼去選股 就是位階要夠低的吧 所謂位階夠低的一定是說 它在第一季可能已經修正了一段 或是說它的本益比的位階是夠低 這個時間點它就容易吸引到市場資金 因為畢竟說目前整個市場它是比較動盪一點 波動比較大 那市場資金就會偏好這種位階比較低的個股 所以像是說Tesla的大漲 Apple的大漲完全可以看出這件事 尤其是Tesla Tesla真的非常指標 其實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分析股票市場 你去陳述一件事實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沒有意義的分析 要陳述事實倒不如不要分析 是不是 如果我告訴你 昨天Tesla跌了漲了15% 沒什麼好講的吧 如果在股票市場裡面 真正能夠稱得上分析 一定是說 好 這件事發生之後 對於後續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很少去跟大家陳述一些 就是既定的事實 這沒有意義 那以Tesla來講 Tesla大漲15% 為什麼我會說它非常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因為我這樣在這兩周是美股的財報周 那美股的財報周 我這樣看下來 財報最爛 真的就是Tesla Tesla財報真的可以叫做爛到爆炸 真的非常爛 創下2020年來的新低 第一季的營收 創下2020年來的新低 但是馬斯克不過就講了幾句話 當時Tesla財報出來之後 馬斯克就講了 他們平價車款會更快推出 那新改款的Model 3 可能會說CP值會更高 性能又再更好 股價馬上單日大漲了15% 還記得吧 當時馬斯克就講了幾句話 股價大漲了15% 那昨天 馬斯克親自搭飛機到中國拜訪 去跟李強會談 那跟李強會談談一談之後 可能全自動駕駛的Tesla 之後會開始陸續下放到中國 就會中國大陸會開始開放全自動駕駛的Tesla車款 預計而已 這部分是還沒有說正式 會開放全自動駕駛的Tesla 那還有說中國部分地區 對於說Tesla的系統也開始慢慢的解禁 所以我覺得馬斯克他是真的很會炒股 應該說真的很會去包裝他的公司 有沒有 看股價跌得太深了 搭個飛機去到中國 稍微去做個深度訪談 股價單日大漲了15% 這太值得了 真的太值得了 所以Tesla你就可以發現到 他雖然說財報真的爛到爆 那你去看他的財測 財測一樣爛耶 你說這些大型科技股 真的Tesla他是第一名 財報最爛的第一名 財測最爛的第一名 但是他還能夠這樣漲 最大的原因就照理說他的位階構低 所以你看 就是因為說Tesla的位階構低 他才有辦法這樣 連續兩次喔 有沒有 這一次15% 昨天又來個15% 所以其實說同樣的事件 如果說現在Tesla的股價 如果說他現在是在300塊好了 假設說Tesla他現在是在300塊以上 我可以告訴你 就算昨天馬斯克在中國大陸 住個三天兩夜 股價都還不會動 就是說這是一個位階的問題 因為現在Tesla的位階夠低 他稍微飛到中國大陸 也沒有逗留 就稍微會談一下 就飛回去美國 股價大漲15% 因為位階夠低 如果說現在Tesla股價在300塊以上 去那邊住個一個禮拜 股價都不一定會動 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要回到台股來看 我才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說這個時間點 你說主流在哪裡 傳經電三大主流 這三大主流裡面 只要位階夠低 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好 那簡單帶大家看一下國際的商品 國際商品包含說 美元指數 小幅度的震盪 沒有什麼太大的狀況 那美債也是 小幅度的震盪沒有太大的狀況 黃金也是 那也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黃金 全年度長線持續看好 那我覺得說你要 很多人有說 我看好黃金我要去買什麼 我覺得黃金最好的投資標的 就是它的現貨 現貨是一個最好的投資標的 就是你可以去買個金塊 金項鍊 金豆 這些我都覺得不錯 因為你如果硬要去挑 國內的ETF的話 國內的ETF它的成分 全部都是黃金的期貨 那黃金期貨的ETF就有一個問題 它會有轉倉成本 所以除非黃金大漲 否則這些ETF它就會成功緩跌緩跌 所以就要去做留意 原油 小幅政當沒有太大的問題 VIX持續在回落 整個市場信心也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再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因為明天台股就修飾了 它會有非常多重要的事件 這些事件包含說美國的財報 我都會第一時間幫大家去做追蹤 尤其是FOMC的利率會議 它結果怎麼樣 會有什麼影響 我都會放在我的LINE 所以大家記得先去做加入 好 那我稍微講一下 禮拜四凌晨的FOMC會議 基本上這一次的利率一定是不變 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會升息也不會降息 重點是在利率會議後的 會後聲明 這一次的會後聲明 我可以告訴大家 畫面給我 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 鮑爾放音的機率至少90% 你自己去驗證 這一次利率會議 禮拜四凌晨 它的這個鮑爾的談話內容 放音的機率90% 你自己去驗證 真的是90% 你說為什麼會放音 很簡單 上禮拜美國公佈非常爛的經濟數據 還記得吧 上禮拜四 美國公佈了GDP GDP市場 GDP出來的數字不如市場預期 個人支出也不如市場預期 核心的PCE還高於市場預期 包含GDP的評減指數 也是高於市場預期 綜合起來就代表說 現在美國第一季的狀況 經濟沒有市場想像的好 但是通膨卻比市場想像的還要高 你用邏輯去想 你用邏輯去想 美國經濟不如市場預期 通膨又高於市場預期 理論上會怎麼樣 美股會暴跌 是不是 那你說當天有沒有反應 當天已經有反應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其實說 光是看這種GDP的數據 你就會知道 鮑爾放音的機率非常高 但是放音出來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股票市場 美股 他在上禮拜四已經提前反應過 不只反應過 而且反應完禮拜四跟禮拜五 禮拜五跟昨天的禮拜一 跌點都已經收復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次 這個禮拜四會非常關鍵 那預期的狀況就是 他這個鷹派的言論出來 市場會把它解讀成是利空出境 不確定因素解除 個股就會百花其放 所以這一點就特別去做留意 所以我才說今天會很重要 你手上的持股太弱流搶 或是提前佈局什麼樣類股的股票 在禮拜四跟禮拜五 績效落差會非常大 所以不知道怎麼買 可以去買哪些個股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視訊我們右下角的ID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9分 再過11分鐘台股仙物就要開盤了 現在的期貨是小跌了50點左右 算是合理啦 就是跟昨天台子夜盤的幅度 是差不多的小跌個50點 所以預計說等一下的現貨 應該說這麼講 預計在今天的亞洲股市 韓國股市跟日本股市 會強於台北股市 那以台股來講 因為說畢竟明天是休市 那又加上這麼 其實說正常情況來講 休市沒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禮拜三的凌晨 有一大堆重要財報要公佈 加上禮拜四 有FOMC會議要公佈 所以就會變成說 賣盤可能會比較清淡一點點 所以今天的台股現貨 預計說它的漲跌點 它的高低點政府 會壓在100點以內 所以如果說你是做指數的投資人 可能就可以100點去做一個區間 可能說到快到了100點 可以反向去放空 跌到快100點 可以反向下去做逆勢的承接 這部分就下去做留意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怎麼去買進 不知道買哪些股票 想跟上全新我們接下來的新股票 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試去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尤其是明天跟後天 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太多數據要公佈 所以你先加入 我們有一次任何即時狀況 都會幫大家去做最終 我們直接看一下 現在的期貨 現在的台子期是小跌了 36點左右 整體格局都還算可以 可以接受 日經目前是小漲了1.3% 韓國股市目前是上漲了0.8%左右 韓國股市整個型態 看起來是非常的強勢 所以今天可能說 可能說比較強勢的 就會是韓國股市跟日本股市 好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台股的現貨 就以現貨來講 昨天召害法說會的自身 其實還不錯 因為說就像我們在這幾天 跟大家講的 升學元件這一塊 它是屬於消費性電子 既然說升學元件 它是屬於消費性電子 就代表說它的股底是在第二季 復甦期是在下半年 反正大家就記住一個很重要邏輯 所有的消費性電子 它的股底都是在第二季 那股底在第二季 它的復甦期就在下半年 等於是說第三季 第四季 它的獲利會逐漸成長 市場如果提前一季去做反應的話 股價在第二季 它就會開始去反應它下半年的復甦 所以包含說自身 包含說美率 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因為你去看 就以自身來講 昨天法說會說的不錯 整體的獲利跟財測都還算可以 重點是它目前的本益比位階都還不高 所以自身 你看喔 就以自身的周K來講 有沒有 相對是強勢 高檔橫盤整理 即將向上轉強 就是說它這種是周K的高檔整理 只要轉強上去就會還不錯 當然說自身好 就可以去留意其他的升學元件 其他升學元件就包含像是 像是美率 或是說其他的一些跟 像是耀滑 其實也有一點點算升學元件這一塊 所以自身 那就像我們講的 如果說你要提前去佈局 在這個時間點買 它基本上就是谷底的 還有包含像是MCU 因為以MCU來講 這禮拜有盛群 新唐跟翼龍 都要召開法說會 所以這個族群也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盛群 盛群昨天第一季的財報是不好 那不好很正常啦 就像我講的 第一季就是谷底 谷底你希望它財報要多好 所以沒有問題 包含說盛群 新唐 還有像2458的翼龍店 整個MCU族群 都滿值得下去做留意 就是說它這些你去看第一季 第一季其實都沒有什麼長到 為什麼 因為它的谷底就是在第二季 谷底在第二季第一季怎麼會長 是不是 它的營收就開不出來 所以整個MCU族群一樣持續下去做留意 那你去看 包含像昨天的台積電設備廠 昨天的台積電設備廠你看 完全驗證我們在前一個禮拜告訴大家的 我就一直強調 台積電設備廠你什麼都不用看 你唯一需要去關注的只有檢測跟封裝 是不是 封裝包含像是COAS 檢測包含像分析測試 還有探真卡測試 你去看 這就叫做產業 昨天的紅素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在前一個禮拜就告訴大家 台積電設備你要去看的話 紅素 星雲跟萬潤 裡面位階最低的是紅素 不是星雲也不是萬潤 是不是 本益比位階最低的是紅素 昨天在創高 但是以台積電設備來講 這個時間我是不建議再追了 逢高我都會去找獲利出廠的賣點 因為很簡單 因為台積電設備算是上一批的主流 接著電子成交比重 從50%到60%之間 資金會開始慢慢轉向到下一批的主流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我不會再去追台積電設備 就要特別去做留意 所以你看包含像是紅素 還有昨天 伊特 有沒有 我們一直在強調 設備廠裡面檢測就去留意 分析測試就好 伊特昨天大漲了9% 創下歷史新高 全世界都賺錢 創歷史新高 還有包含像是3587的洪康 洪康也持續看好 伊特漲上去 洪康就有機會跟著往上去做補漲 所以伊特洪康 還有包含像是 有沒有 6223的旺系 昨天再創下歷史新高 這也是我們跟大家講的 台積電設備要去做留意的 探真卡的測試 是不是 所以這個拉高之後 都可以下去找賣點 這個時間點我們要去佈 因為說這些是上一批的 上一批沒買到就不要去追 現在我們是要去佈局下一批的 下一批就像我講的 MCU 電源管理IC 或是被動元件 這些都是 來你去看 被動元件 昨天國劇有沒有 我們在前一周講的2327的國劇 昨天收最高 相對強勢 目前國劇也還不貴 包含像是華新科 昨天也是上漲7% 但是華新科跟國劇 如果說要去論他的本益比位階 國劇是比華新科低 國劇現在的本益比是不到13倍 所以如果說這兩黨二選一的話 一定是國劇 包含像是其他的 創意 創意也是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整個IP族群它最大的特色 股本清技術門檻高 所以只要它上去 只要開始起漲 那個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才一直強調 年限之下不殺低 包含像是世新也是一樣 年限附性都是好的買點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在今天持股太弱流搶 跟提前佈局會非常的關鍵 不知道怎麼買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ID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chronIO 照品 喜歡